这不买新车了吗呀 这个配件呢 也不能小呀 最近呢 一新分 这马上买了很多小配件 现在来查一下 看一下到底有什么配件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的 哦这个 这个是那个钥匙套 试一下 这个是那个法龙级那个进气 那个进气口哦 还有这个电品那个正库级那个盖盖 原厂是没有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 那个手机支架 看到好像比较方便的那个 这么多的 这还有钥匙套来的 拿钥匙一套一下 看一下感觉怎么样 套上去就是这样几的 和养量 还有这么一大包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 大概就一趟 这个是那个后备箱 那个电子 等一下我们就全部装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东西 它原厂这个龙大大的 所以都没有 又买了一个这个盖盖 盖盖盖 这个是防止那个老鼠啊什么 爬进去这块哦 这样就ok了 还有这个这个电瓶这个复级哦 我就看网上它没有这个东西 说说 哎 这非常的不用手 嗯 这个东西装上去 非常的不用手 哎呀 我们掏上去看一下效果 现在已经装完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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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垫套了哦 来看一下 这个 坐垫套安装 安装进去啊 非常配这个 这个外车这个颜色哦 一装上去 哎呦 非常的beautiful哦 再看一下前面 还有这个钥匙套 已经装上去了 外上面卖 展清的座椅 刚开始不会装那个东西 然后就问淘宝 好 叫那个客户发那个教详 过来给我 来装上去哦 那好了 现在基本上 全部 配件哦 装上去了呀 好 那我们这集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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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